在五股新增社区的号召之下 协和了地方善心人士 还有公优的民间团体 共同举办了 睡末寒冬送暖的关怀活动 里长郑国荣感谢各界爱心的涌入 包括了这个红包还有民生物资 也可以让弱势的族群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真的是无所不在 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新增社区举办寒冬送暖关怀活动 在里长号召下 获得热烈响应 里内的五股福伦社各大公庙 其善心人士纷纷加入爱心行列 针对社区若是家庭赠送民生物资及红包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温暖 我们也借由慈善团体社团 五股福伦社还有社区的公庙 包括福星宫 玄兰宫 玄兰宫 玄民宫 还有人家人基金会 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集结这样子的力量 我们去做整个社区的一个弱势关怀 跟急难救助 五股福伦社社长表示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在获知里内要举办寒冬送暖关怀活动 让他觉得相当有意义 这一次特别结合了里内 其他善心团体及人士 一同捐赠沙拉油 米粉等日常生活物资 另外还有些善款 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家庭过个好年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人来参加 那每一年都固定举办这么好的这个社区关怀的活动 对我想对五股区新增里 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怀的活动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善行预期 我们一用八砖引预的方式 在整个新增里的弱势关怀做到尽善 静美让整个社区民众感觉上寒冬也是温暖的 李长表示这一次目的的物品 分送给里内的弱势家庭 让他们在过年期间民生物资不会短缺 不然感谢里内有许多热心团体伸出热情的手 让弱势家庭感受到社会处处有温情 以上新闻记者五股采访